今天我们要做美国的苏打蛋糕 这不需要等待 放1小匙的塩 再放1小匙的苏打蛋糕 苏打蛋糕不能放太多 我现在有500克苏打蛋糕 如果你喜欢的话 可以放半个苏打蛋糕 和半个苏打蛋糕 今天我们要做的是 英国的苏打棉包 就不用放酵母 这边是500克的高筋面粉 就是做面包的 然后如果你喜欢的话 你可以一半高筋面粉 另外一半就是加那个 就是连那个可的那个粉 或者是你要用其他的粉都可以 总共就是要粉要500克就对 然后一小茶匙的盐 一茶匙的苏打粉 然后这个就是button milk button milk 其实是普通的牛奶 加柠檬 加柠檬 或者是加那个酸奶 OK 这边是400 这边是420个ml 420ml 420ml or buttermilk 如果你不需要 button milk 那你会使用 whole milk 你会使用 一至2tbsp的白糖 或是 一碗 或者是 你会使用 牛奶 从任何的 超市场 像是 较酸 或是 小鲜 如果你喜欢 水分 你会使用 一碗 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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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选择的 不需要很硬 因为如果很硬 水会出现 这个苏打面包就是不用很出力的压 就是让它变成圆形就好了 只是要跟它压成一个圆形 把它推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就不要去碰它上面 我用手去做采放它 再把它折下 开成圆形 这个是刷斑 我将把它加入圆形 我将将铆尾的一道大压 我将把铆尾创上的底部 搅拌一下 小铆尾创 接着我将铆尾创 主要是把铆尾创 所以盆可以開啟 讓它冷藏了約10分鐘 然後我們會做鍋子 鍋子是約200度 約20-25分鐘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